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选评测 本期测试的主角应该是除了三星NEO G9以外 第二款配备了DP2.1的miniLED显示器 采用的是京东方的NME旗舰面板 COG玻璃机 1152分区的miniLED背光 它就是名机的EX321UX 老规矩先来看一下外观 整机除了正面边框基本都为纯白 对比老款剪去了橙色样条点缀 设计了更加的简洁圆润 正面的边框内置了一个光线传感器 机器底部有一个电源开关 一个五向摇角按键 和信号源切换的快捷键 底座依然为V型 三个支撑点都增加了接触面 用于稳定机身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和水平旋转 不支持垂直旋转 壁挂的规格为100x100 接口配备了一个DP2.1 三个HDMI2.1 两个Type-C和两个USB下行 机器的底部还有一个C口下行 一个USB下行和音频接口 DP2.1接口目前分为了三个档位 一档为40G带宽 二档54G 三档则是最高的满速80G 明机配备的是于HBR10的40G带宽 HDMI接口三个都为满速的48G DP和HDMI连接PC端 都可以支持到4K14Hz 10bit DP在关闭DSC的情况下 最高只能支持到8bit 主机端可以支持到4K120Hz的VRR和HDR 全功能Type-C连接Mac High DPI VRR HDR都可以同时开启 接着来看一下OSD菜单 明机这一次也属于大改 屏幕上方的小窗显示的是 当前的实施状态信息 色彩模式变为了最高的优先级 其实才是菜单的主界面 明机这一次 大部分的色彩模式都可以单独调节亮度 对比度三色的色温 γ以及暗部增强 这一套新菜单自定义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但使用难度也是指数级上升 明机配备了光线传感器 菜单中的BI加功能 可以调节传感器的灵敏度 接着进入实测环节 明机EX321的面板 型号为京东方的NME 亮子点的miniLED背光 蓝光波峰445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20.22%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 来说一下这块屏幕的主观感受 在常规模式下亮度观感是很不错的 色彩艳丽也没有油腻感 红色有轻微的过宝盒 实测SRGB色域容积为147.86% 这个成绩排名天地榜第35名 并且通过肉眼观察发现 出厂默认奇幻模式下的色温明显偏暖 实际用一季测试为6100K 两个色域模式的色温为5800K 白点偏黄而且非常暖 色域空间方面 SRGB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6.6% 平均色准0.77% 最大色准2.58% P3色域覆盖率为97% 平均0.48% 最大2.05% 这个P3的色准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亮度方面关闭分区的情况下 SDR亮度为609尼特 排名SDR亮度天地榜第8名 SDR静态对比度为1058.1% 排名静态对比度天地榜第128名 HDR模式下存在ABL机制 以Display HDR为例 1%的APL窗口亮度最低 为783尼特 75%的窗口达到峰值亮度1255尼特 其余模式的峰值亮度都在1100尼特左右 天地榜以Display HDR模式排名 名机位列第17名 HDR静态对比度 使用棋盘网格测试 最高为5871比1 排名HDR静态对比度天地榜第9名 使用沉下色度计测试屏幕的均匀性 先来看一下色温均匀度 左上角的紫色区域在6400K左右 中间蓝色区域在6600K到7000K 四角绿色在7000K以上 接着是亮度均匀度 默热模式开分区 屏幕中间的亮度最高 越靠近边缘亮度越低 15和25公格的中心均匀度差值 都在9%左右 在色域模式中 名机还做了均匀度补偿 观察尾色图可以看到 开启时候红色几乎覆盖了整个屏幕 15和25公格的中心均匀度差值 提升到了3.3%和4.25% 但与此同时 亮度也限制在了400尼特以内 天地榜以15公格标准排名 关闭均化 名机排在第61名 开启均化后 排名可以提升到13名 使用3DSO图像观察黑场的漏光表现 关闭分区 色的漏光峰值亮度为0.7nit 漏光集中在屏幕的右侧边缘 接着是可视角度 使用二维和三维的来图配合实景观察 名机红色区域的最佳可视角度范围在20度左右 平闪测试方面 名机EX321为全程PWN调光 存在4000Hz的平闪 波动深度为77.5% 同时测试各亮度下的SVM 最高为0.012 属于CIE不可见范围 输入延迟方面 1080P120Hz下为4ms 4K60Hz的信号下为8ms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名机的光晕表现 名机EX321配备了1152区 横向48区 纵向24区 四等异区 总计4608颗灯珠 在尾色图的多场景拍摄下可以看到 光晕层外扩撞 实际的使用中感知还是比较明显 同时在特定的场景下 背光会逐渐闪烁 再来看一下名机的背光延迟 使用滚动球画面和数据量化测试 球体后方没有明显的光晕托尾 实测背光延迟为15.72毫秒 这个水平略高于mini-LD的平均值 表现还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名机的HDR实景观感 先来看一下EOTF曲线 名机一共提供了5种HDR模式 写实模式0-40的灰阶高于标准的PQ 40-95的灰阶 全程做滚降 95开始提高了最高峰值亮度 其余的模式调校更加保守 几乎全程都低于标准的PQ做压缩 使用完美星球蓝光片源测试HDR实景 亮度最高的Display HDR模式 太阳核心只有650nit 其余模式更低只有400nit左右 海绒片下了小区块纯白高光 Display HDR模式最高只有584nit 科幻模式甚至都不到400nit 反观暗部细节 名机在菜单中默认开启暗部增强 因此在火山岩浆场景 岩石的轮廓非常清晰 几乎没有细节丢失 菜单中不同的画面模式对应不同的游戏场景 我们以Display HDR模式为准 这个模式下的画面色彩还原度最高 天空灯光高亮场景没有出现过曝 在暗部细节方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其余模式默认都可以调节暗部增强 唯独Display HDR不行 这就导致暗部细节的呈现 对比其他几个模式要更差一些 杀手2的大面积黑场出现了明显的细节丢失 其他模式的色彩风格化较强 只适合部分特定游戏 回接响应方面 名机有0-3四个档位调节 最快可用档位为1档 响应时间为4.56毫秒 平均过重0.77% 最大过重7.84% 这个成绩排名响应速度天地榜第59名 其余的档位数据如下 零级5.31毫秒 这个档位没有过充 二级4.2毫秒 平均过重8.21 最大过重31.66% 三级3.51毫秒 平均过重9.67% 最大过重144.33% BET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实测为6.41毫秒 排名天地榜第54名 使用UFO测试拖影和鬼影 一级的最佳可用档位 UFO后方的拖影控制的不错 但飞碟的清晰度比较一般 二级和三级都有明显的鬼影 整体响应速度方面的表现 明基EX321UX只能算中等 接着我们都来进行拆解 拆开背板可以看到 上方似乎预留了两个风扇槽 但我们收到了这台工程样机 并没有安装 驱动板放置在屏蔽罩内部 右下角是USB和音频模块 我们先来看一下驱动板 主控IC为锐域的RTD2738 主控旁边有一颗256M的闪存 右侧是锐域的RTS5411 提供接口的数据传输功能 左上角的RT6190 提供Type-C65W供电 接着来看一下USB小板 上面有一颗锐域的RTS5441 给机器底部的Type-C和USB 提供数据传输功能 音频模块上有一颗ES9280解码芯片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优缺点 明基EX321 使用驱动放的旗舰面板 1152区的miniLED背光 4灯异区 屏幕的亮度和色温峻度表现都很优秀 新版的OSD菜单 功能比较丰富 自定义程度高 支持光线传感器 还可以调节灵敏度 色域色准控制的也很不错 平均没有超过1 最大控制在2.5左右 同时还配备了先进的DP2.1接口 三个满速HDMI 以及多个Type-C和USB 这也是除了三星以外 目前唯一配备DP2.1接口的miniLED显示器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虽然峰值亮度有1200尼特以上 但HDR的调校太过于保守 实景亮度大打折扣 同名满的菲利普和创维 都可以达到800 甚至接近1000尼特的实景亮度 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同时铭记为全程PWN调光 存在4000赫兹的频闪 并且不支持硬件敌暗光 背观分区在部分场景下 会出现混乱和闪烁 这些缺点在miniLED中 都是非常致命的 好了这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